主席,我发言是感谢陈恒彬议员提出 这个全面检视完善本江牙科服务制度及人手需要的议案 我亦都支持多位议员的修正案 除了陈泳因议员的修正案有些保留 我待会解释一下 的确确牙痛惨过大病 我们个个都知道牙医服务非常重要 兼且因为人口老化 长者需要的牙齿护理服务是更加逼切的 但是听了多位议员的发言和局长的发言之后 的而是感觉很难又很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香港的而且确是非常缺少牙医和牙齿护理员 正如很多同事都指出 我们目前牙医只有2651人 以700多万人口来说 只有2600多个牙医 牙齿卫生员只有497人 是有严重短缺的 我们牙医的短缺 差不多要去到根据政府这个报告 医疗人力规划和推算最新的报告 我们牙医的短缺 差不多要去到2045年才可以解决的 训练一个牙医要六年 训练一个牙齿护理员 医生员都要两年 所以这个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 就算是政府不惜工本去拨多些钱 拨多些资源都要找地方 以及都要足够的教授人员等等 最近我也都知道 譬如港大的医学院要在博芙林 兴建多一个实验室和教学的设施 他要用一个绿化地带来建筑他的新的实验室 都受到当地的居民反对 所以就算是有钱都不容易可以增加校舍 增加名额 至于为什么我对陈泳因议员的建议 短期推出牙科医疗券是有些保留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长者医疗券 都可以用牙齿服务 第二 就是的而且我们的经常性开支 已经是非常之大 我们是过去的五年 是三大的开支 社会福利、教育和卫生服务 是自从2017至2018年增长是双倍的 这三样的服务 就是我们的经常性开支60% 卫生服务的设施应该是增加超过了40% 而我们的储备是由最高峰的时候 是过万一万 应该是2018年是超过万一亿 现在相信是不到八千亿的 所以作为是非常关注我们审慎理财 维持我们的财政储备是保持稳健 我是不赞成再随便是增加经常性开支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各类的医疗券 或者是其他的福利设施 所以对于这点我是有保留 对于如何可以最快增加牙医服务 当然是人手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快的方法 就是自由党说的就是输入牙医 记得我们小时候 香港还没有牙科学的时候 香港除了英联邦的牙医 还有很多菲律宾的牙医 当时都是向我们提供很多服务 我觉得既然本地资源这么紧缺的时候 最快其实应该放宽多些 输入多些外地合资格的牙医 是为我们医管局或者私人机构 增加多些人手的 所以我会支持原议案和 几位议员的修正案 但对陈泳因议员的议案 我是有点保留的